昆凌这日以代言人身份 在台北出席公益活动 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儿童 近日台湾MeToo风波持续发酵 透过选秀节目 我爱黑劫会出道的大牙周姨佩 日前致爆曾被前老板陈建舟性骚扰 同样身为黑劫会美眉一员的昆凌 被问及对这件事的看法的时候 工作人员即时挺身护航 这是以公益为主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有其他行程 所以不方便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希望有关心这人跟大牙 不好意思 以公益为主 谢谢大家的参加教育 谢谢 不好意思 昆凌和老公周杰良 已经是五口之家 平时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 日前周董被爆出 会安排大女Hetherway 去澳洲贵族学校读书 昆凌虽然未有回应 但被问如何教育小朋友的时候 她也有大方分享自己的小心得 希望可以带她去看看世界 我陪伴你们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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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照顾小孩上面 有什么大绝招吗 除了带她们欢游世界以外 绝招 其实我觉得就是陪伴她 是 陪伴你们可以理解你的孩子 然后再适时的给她一些协助 跟你可以理解她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行为 我加为一个小问题 她就是 夫妻双方会怎么样 跟配这个陪伴的部分 那 哇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就是 疫情关系 所以我觉得她 跟配的问题 爸爸朋友 身为爸爸 然后有去给她带一些比较 我觉得其实男生 教育孩子其实有时候 比女生更来得直接 然后更少演单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她的对方